在花林线内每年都会有超过七成的新生儿在门诺医院出生 其中又大约有120位是早产儿 而在今年麦当劳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会 也看见了东部的医疗需求 特别是捐赠给门诺医院两台重症加护型新生儿保温箱 不但是可以减少早产儿并发症 也能够大幅提升早产儿的照护品质 日前麦当劳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蔡金玲 来到了花莲门诺医院全镇两台重症加护型新生儿保温箱 就是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守护最小的花莲人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台湾的新生儿教育病房 这样子的高阶的保温箱其实也真的很少 那他们真的很需要 所以就萌生了我们要来抑制这样子一个高阶的多工的保温箱的一个面头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台湾的东部其实真的非常需要 像门诺接生了七成在花莲地区的新生儿 那有十分之一吧应该是早产儿真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在今年就捐赠了两台这个中症加护型保温箱给门诺医院 那我们就希望跟门诺医院一起 然后来守护最小的花莲人 然后希望他健康平安长大 有了这项新设备对于必须住进新生儿家户病房的婴幼儿来说都是有了一大保障 出生时体重只有685公克的会员 都还来不及给妈妈抱就直接送进了新生儿家户病房 在重症加护型新生儿保温箱住了一个多月 也是这项新设备的第一位房客 会员的体重现在已经超过2300公克 顺利出院和父母团聚 麦当罗叔叔自家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蔡清凌也亲自送出由志工妈妈经手缝制的卖卖 爱雄给会员作为陪伴他健康长大的好朋友 期盼重症加护型新生儿保温箱的加入 可以用爱呵护早产儿 让提早报到的小脚丫也能健康平安的大步向前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导